内马尔对于把甲联赛竞争力过低感到厌倦,越来越多消息表明,这将会是巴西巨星留在巴黎的最后一个赛季。 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内马尔会首先考虑重返西甲联赛,然后再是前往英超联赛,一直以来,金球奖都是内马尔梦寐以求的奖杯,此前巴西巨星离开巴萨,就是为了摆脱梅西的阴影。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,内马尔似乎已经后悔加盟巴黎,想要实现获得金球奖的梦想,西加联赛才是最好的舞台,在皇马主席普洛伦蒂诺失踪没有具体行动的情况下。 为了实现梦想,内马尔希望能够重返诺坎普,巴西巨星与红蓝军团多名球员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,其中就包括当家球星梅西,后房和新皮克等,许多巴萨和新球员也非常期待,能够再次和内马尔一起踢球。 然而,巴萨主席巴托梅,乌的回复,却让内马尔心寒,红蓝军团表示,就算是梅西出面,也于事无补,巴萨目前队中已经拥有登贝莱和库地尼奥,不需要回购巴西巨星,巴萨一向都不愿意再次引进此前球员,本人要求离开的旧将,西班牙中场地亚哥就是很好的例子,内马尔重返巴萨的大门已经关闭, 如此以来,巴西巨星想要获得金球奖,加盟黄马是最好的选择,据悉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会在明年夏天,尽最大的努力引进内马尔,巴西巨星现在要做的事情只能是耐心等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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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